你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只独尊演习 活力展示没有必要 而是怎么让这两件事情之间逻辑 不要互相的干扰 影响到这两件事情本身的效益 如果真的要做干脆扩大的分开去处理 这个我们一定会把它纳入 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考量 部长当然我是乐见看到国防部里面 去贯彻部长跟总长的分工 所以我接下来的问题 可以依照你们职权上的分工来进行回答 我想要先跟这个国防部来讨论 这是关于汉光演习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火力展示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向民众来展现我们的国防战力 我自己认为这也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环 但是其实演习的目的是要来检验战力 希望能够找到改进的地方 反而其实是要来呈现风险比较高 甚至是比较不好的一个部分 我们怎么来克服 怎么来改善 怎么来面对 怎么让大家有相关的准备 所以这两者其实一直以来 把它合在一起 坦白说一直会有一个彼此之间冲突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用演习的思维来说的话 照理来说 我们其实应该是要把它做分散的设置 包括伪装的阵地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状况 其实我们看到 这其实比较像是摆拍 我如果比较直白讲 这比较像是摆拍 这摆拍当然是要把我们这相关的设施 放到一个同一个景况里面 这用火力展示的思维 在思考这一个图片里面的布置 可是也因此我们的官兵又少了一次伪装阵地的操演的机会 所以我自己很乐见看到今年国防部标榜我们的汉光演习 希望能够所谓来真的 来真的这三个字讲的简单 可是要做起来并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 其实如果当我们要来真的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民众在路上 会看到可能一些服装移容不一定这么整齐啊 甚至会维修抛锚轮车的这些状况都可能会发生 因为这就是所谓来真的 我自己认为这也才是演习的目的 因为真的打仗没有在怕衣服脏 或者我们只做这些面子工程 可是接下来我想要问也问国防部 我们未来有没有扩大能够将演习跟火力展示 彻底分开办的这样的规划 法委员您的意见有关展示 对于不管是刚您提到的 对于这个民众的信心 然后对我们的 把我们实际的一些的武器装备筹获之后 展现给国人 这个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今年我们可能这个部分 目前因为汉光演习 是从去年12月份就开始规划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也是做一个延续 您的建议我们会把考量如何去做 在符合单位的一个任务的状况 还有一个我们时间的配当 展示给国人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 今天我只独尊演习 然后或者火力展示没有必要 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 而是怎么让这两件事情之间逻辑 不要互相的干扰 影响到这两件事情本身的效益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 那干脆就更扩大的分开去处理 既可以达到我们希望演习的功能 在火力展示 要让大家对国防部有信心的部分 我觉得也可以进行 可是它逻辑不要冲突 这是重点 是的 这个我们会把它纳入做完整的规划 毕竟我们后面的一个战力的提升 新获得的这些的装备 如何展示给国人 让国人有信心 这个我们一定会把它纳入 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考量 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目前汉光 其实还是一个计划统裁的概念 简单来说 它还是有一定的剧本 比方说可能前三天是红军占优势 之后蓝军反攻 可是我们看到其实2023年的 长青13号的操演里面 在这个计划统裁里面 已经开始有实施 所以我们一般叫做自由统裁的部分 已经在这里面其实有看到了 我们未来会扩大自由统裁的部分吗 跟委员报告 自由统裁 其实最主要就是考验 我们这些的指挥官 他能够去灵机的判断 然后下达他的一个指导 再由统裁部看他的这个作为 这个确实是一个在使兵对抗的时候 非常好的一种执行的模式 但是总长我这边当然也有几个部分 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者 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他们也提醒如果要完成自由统裁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个是要有完善的指管系统 是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新加坡的新光部队 他们的指管层级 其实是可以到陆军的单兵 他们其实把他们GPS打开以后 他们指挥官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的 掌握到他们部队甚至到单兵里面的位置 这个指挥系统其实可以一清二楚 可是我们其实陆军为了要落实 我们的指管道连或者是牌 其实我们之前委托了中科院的锐指专案 但这个专案现在却被审计部认为效能过低 甚至评测有严重的延误 无法掌握部队位置 无法及时应变 所以变成最后还是只能照剧本演练的这个状况 我想请问国防部 这部分我们有没有改进了计划 跟我言中报告 刚才您听到新加坡的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现阶段确实在朝这个方向 在努力中 然后锐指系统 我等一下请陆军司令部来去做一个说明 但是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变 而且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成果 但是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准备 包括我们的做法上面 要怎么真的趋向这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反而是 如果从锐指系统这个做法来看的话 现在反而被审计部做这样子的评价 国防部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部分 会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做法 跟委员报告 我想我们这个锐指系统这个建案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说可以有改善的一个地方 到达改善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纳入 但是我想我们也会有完善的一个指管系统的一个方案 这些部分我认为可能不适宜在公开的 是当然 这个场合做过多的一个说明 OK 等于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指管的这个系统构建到一个我们认为完善的一个 不然我这边当然是一个提醒啦 当然如果有不适合在国会这边公开讲的部分 但我们也尊重 那只是就是这部分 当然怎么建立指管系统是大家其实提醒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其实就是说也有很多人建议 是不是要把这个红蓝军改成AB军啦 意思是说在我们演习的剧本里面 红军其实就是进攻方 蓝军其实就是防守方 那可是这个红跟蓝又它的政治意涵在里面 所以常常后面有些政治因素 比方说如果从红蓝军的角度来说 蓝军如果落败 这个大家压力就很大 就会有所谓的包袱 所以有人建议说是不是干脆把红蓝改成AB 就让它在这背后颜色的政治意涵可以降到最低 反而可以把我们部队的战力的解放性可以扩大出来 那第三是不是我们这个模拟的接战系统可能要做到更好 比方说之前陆军花了十亿建制的模拟接战系统 这是在美军的现役装备上面 单兵其实它有它的镭射接收点的部分 那如果你击中的话 就会被判定受伤或者是死亡 可是问题是像这样的系统 我们现在只有三套 我们的套数非常非常少 所以变成我们模拟的真实度 也会有很大的打折 这部分有没有可能未来要增加 我们构建的套数 甚至是也把装备升级到 我们变成可以购买服务的合约 而不会让我们的官兵装备在这身上说 怕坏掉 反而更绑手绑脚 更不敢像是真实的演练的状况 这边向委员报告 委员刚刚的指导 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就两点来说明 第一点 我们过去的这个雷射模拟接战系统 它的确没有办法同步的跟上 我们部队组织变装的调整 比如现在已经变成联兵营 也如委员所说的 相对的在驱射武器 或是在直升机的一些火力的部分 我们是不太容易去计算的 第二点我们也在仿效一些其他国家 我们正在研习是否要所谓的买断 或许我们是可以从一个伪商服务的 依照我们所提的需求 然后结合我们的演训 来使这个整个陆军正在做完整的提供 我想跟国防部说 我刚才这几个 当然都是很多专业者给我们的建议 这建议的目的是 未来都希望能够让自由统裁的部分 再扩大 让我们的演练更趋近于真实 让大家的这个军力 真的能够被解放出来 所以以上我想这几个建议 还是希望国防部可以带回去做参考